其實寫真女性都是這樣 碰到性騷擾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說真的啦 幾乎我常常覺得 聽人家在節目講一些 他們被性騷擾過的東西 我都覺得天啊 對我來講這是什麼東西啊 對我來講真的是太普遍了 因為在我身上就發生太多了 對 因為那時候你進來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們那經營公司又很沒有力 他就是把你推出去賺錢 他也不會保護你 就有一次是我印象讓我 其實我也感謝那一次 我真的覺得很多人 都會不同形式成為你的貴人 那個製作人 他那時候手上有三個節目 三個綜藝節目你看到多猴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們是寫真女性嘛 那我就會上節目 你身上排在很編的這樣子 然後也想要努力往前 擠到那個進存那個位置的 然後他也看得出來 我很用力 很努力 所以人家不要做事情我都做 你們不要剛剛台電我來跳 對 你們說我不要做 你恐怖鄉不敢摸我來摸 對 那時候最大的工作 就是我都在幫很多藝人 做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我唯一可以展現 我有用的地方嘛 所以那些製作人 現在每個看得出來我很拼 他們都認為說像這樣的女孩子 她一定很願意付出很多 結果那時候就 首先是那個製作人的助理 就要跟我講說 那個製作人他講 那私下約你吃飯 我聽到私下我就很緊張 他說當然不可以啊 我就說是喔 可是因為這樣我很忙 我就一直推 一直推拖這樣子 然後他就問了我幾次 那有一次那個製作人 注意他就有點煩了 那一年好像要去飛利賓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一大堆 像我們這種小女生 然後在旁邊繞來繞去 然後那時候 在節目的時候他就 在做 我們在後台的時候他就有講說 我們可能要去飛利賓出外景 那我們可能需要幾個新人去這樣 那我們當然心裡想說 這樣我能夠去 看下到回錄影又可以出去玩 好開心這樣子 然後那個製作人的助理 就這樣眼睛就飄向 我那一副 然後我那時候就 好 我也就是很畏縮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結果那時候他就 他有我的電話 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丁玲啊 我跟你講 你知道哪一個人 那個製作人很喜歡你對不對 我說我好像有感覺 因為他跟我講 會覺得看我眼神都不太遠 不太看到我啦 都看我的胸部 感覺這樣 眼神很難對著他眼睛 這樣看著我 對 然後我就說 我好像有感覺 他說你喔 你就是笨 你想想想看 我們公司有三個節目 你每一個節目 我們給你三分鐘就好 三分鐘就好 你紅不紅 你一定紅的啊 你這麼拚為什麼 不就為什麼要紅嗎 然後那個製作人這麼喜歡你 你會不會問 你怎麼不抓緊這個時間呢 那時候我聽這電話說 我整個是 開眠健身的這樣 對 那也不要跟你客氣了 我就整個傻眼 然後他說 我跟你講 你護照就準備好 然後呢 跟我們去菲律賓 你那幾天你就好好的陪他 天啊 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到底是應該要怎麼樣 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是哭完哭完 去不去 對 我哭完之後 因為他有跟我講說 你等我的電話 一步登天 一步地獄 對 真的是這種感覺 因為那時候我哭完之後 我覺得我情緒釋放之後 我就比較冷靜了 我就把我家的電話線拔掉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手機 我就把電話線拔掉 我就告訴了自己 要去就去 然後要去 我就想去辦法保護我自己 因為這也是我的機會 不去 他不要我去就算了 如果我進了這個行業 就為了搞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 自己演藝圈很小的啦 你只要有一次 後面就 就不用講了 對 所以那時候我告訴自己 好 我如果必須要這樣的經營 演藝圈就算了 真的算了 對 我就回去 隨便就是做我 我喜歡做的事 找個工作 我們深搶力壯 什麼事不能做 然後我也 我就 然後他們還是找我去 但是我從 我跟他後面有衝動到 我就一直抓著一個 那時候是新人的歌手 我就是一直跟著他 他去兩邊我就跟著他 然後 是女生喔 對 反正就是他怎麼樣 然後那個導演祖宜叫我說 那個電影待會兒去兩邊 我們要約你什麼吃飯 就說 好啊 那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去 我們睡同一個房間 我就一直黏著他 一直黏著他 就是從頭到尾 讓他們沒有機會 就是可以安排我什麼 然後當然就是 我們都回到台灣說 那個 那個 那個紙紋醉看完就 他就用很仇視的 已經看我 就是婦女死定了 然後到手機就 但是現在可以證明 不知道誰死還不知道 對 因為他 那個製作人早就不見了 對 在線上了 他老娘還在 而且還入圍巾嘛 所以怎麼樣 這個事情我會弄不看 摸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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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喜歡這個概念的 是